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这个游戏呢 还是王者荣耀 今天给大家玩一个三国时期的美人 叫做小乔 我们周公子的夫人 最后的下场我好像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是在周先生死之后 不知道是给周先生戴绿帽了 还是一直保持终烈到死 这个不太清楚 在这个王者荣耀里 这个小乔是一个远程消耗法师 胳膊非常的长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 就是手非常的长 施法距离非常的长 然后有一个稳定控制 然后有一个AOE 然后有一个非常长弹道的技能 本身作为一个中路法师来说 现在我个人认为没什么太大的天体 只要你不浪 基本上死不了 稳住的话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地方我上来学了一个异技能 就是扔扇子 这个扇子扔的非常的远 可以让我们保持一个合理的位置来输出 就是保持一个比较安逸的 这么一个施法距离 那这个地方呢 前期打这个老父子 由于我这个段位还是很低 因为我凑齐五个英雄去打排位赛 而且我也不想这么早被虐 所以给大家带的还是这个匹配模式 那匹配模式呢 由于我这个段位非常的低 我这个不是段位 我这个等级非常的低 所以大家这个英雄还是属于千奇百怪的 就什么都有 那今天打这个老父子呢 属于我占便宜了 我非常好打的 这个老父子和我相比的有一个缺点 就是老父子的手太短了 而且没有什么消耗和回血的手段 所以对象上他比较吃亏 那基本上呢 他又死了啊 但是也不太一定啊 我这地方应该是追不到的啊 但也不太一定啊 我看一个扇子啊 没甩着那就杀不掉了啊 那如果大家非得玩一个前期手比较短的英雄 来打像小乔这种英雄啊 我推荐给大家的方式呢 就是维祖啊 就是发育啊 就是你等着他推并线啊 因为小乔这种法式 他不用技能 这很难推并线的 而且他一旦使用技能啊 他就肯定是保证不了 兵线一直卡在他这个方向的啊 就相当于只要你逼到他啊 用技能了 你就肯定能吃到别人啊 那网友聊这个游戏 最主要的一点是 他你不清掉小兵最后一下啊 他也是给你相应的金钱的 只是有点少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肯定比 下上被单杀 然后亏损一大本经验和钱 甚至可能掉塔还好啊 那这个地方 来对面野局 看到老父子了 我还以为他挂机了呢 所以一个二技能 他一起挂一个一技能 一个平A 把他勾引出来 再一个平A再一个平A啊 他还不出来 哎 还是没出来 这地方挂一个二技能 直接愣大 下上再一次成功 单杀了老父子啊 这个地方 把这个塔拆了吧 我们直接拿下这个一塔 我现在 没有大找 但是我感觉 没啥人能对我产生威胁 我手里还捏了一个治疗术啊 那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稳的 所以我们也不用太担心啊 那这个地方 我的队友都杀害了啊 我看我家有两个这个 开始这个大杀特杀了 老父子还在这注意我啊 没有关系 自己脚底放房 他肯定会跟过来啊 直接刮一个扇子 但是 不太掉血啊 但是没有关系 继续A他一下 他有大 这人肯定想跟我过来拼 但是还是走了 那这个地方呢 他有点塌了啊 大家玩这种游戏啊 就是不要贪命线 然后也不要贪钱啊 如果说大家实在是感情 我线上真实暴打啊 那就不如跟队友沟通一下来混路啊 看看你家有没有上单或者是哪个 手比较长或者是发育比较好 觉得他他那个发育已经完全就是不在乎这个英雄克制 就肯定能稳稳的打对面啊 要不然的话 大家一味的贪钱 去往这个自己本来就有点烈士的线上靠 然后猫着被杀的风险去贪点精进啊 会给自己的队伍带来很大的压力 你想想 就比如说你玩个中男 你就打小乔这种啊 就太好你知道吗 因为小乔本身没什么太大的位移 就是他这个英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自己的位移技能 他最多就是一个控制加一个AOE 你家谁能给他这两个技能就比出来之后啊 还比好了 你要是中路玩个什么 遇到个什么安琪拉这种 他天肥 然后他就远远站着给你个大肘 我告诉你真的 灰天灭地 就你家全得骂你 真的骂你都是情 全得举报你啊 这个 因为果斧就这样嘛 就是打好了就锤 打不好就踩啊 这个我遇到过 打这种莫莫类游戏 遇到过很多回啊 这也是没什么太大办法 其实所有服务系都一样啊 大家就是比较尊重这种玩的好的人啊 玩的不好的就感觉你太菜了 你都不属于我这个段位啊 那这个地方呢 我还是能查到对面的高地啊 因为大家这个段位都比较低啊 所以大家没什么回来防守的意识啊 他们还是自己玩自己的 那这地方老夫子又死了 那这地方我一人就能推到对面这个高地塔了 我不知道谁能陪我 这地方老夫子就出来打我了啊 直接一个预判二技能啊 这地方我不想拿大了 直接一能啊 这不是老夫子 我刚才杀的是谁啊 达蒙啊 那这个达蒙玩的不是很好啊 因为达蒙这种英雄 真的贴到墙上啊 小小兴法师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这地方可以看到我这个清明效率非常的高 基本上二技能加一技能 咋一大堆饼直接清掉 这地方老夫子啊 兄弟回去再练一练啊 我都不忍心杀你了 你说这样真的好吗 那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我感觉这场比赛 没有什么悬念了啊 我看看配合我家这个亚瑟一起 推家 那这地方继续拿下人头 基本上我这把应该是MVP了 我线上给老夫子打成这样啊 那这地方我也不去他 反正加一块拆掉了 二技能加一能啊 但是没杀死 这个 那顺利拿上了本场比赛胜利啊 但是评价不是很高啊 只拿下来MVP啊 我家亚瑟玩的也非常的不错啊 那今天视频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啊 今天给大家带的是一把 中路 打 低端位老夫子的小小啊 这个 有点欺负人啊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呢 请关注我们手机酷玩 我将为大家带来后续 王总要其他英雄的游戏视频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